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輕鬆一點的問題 不過所謂輕鬆其實都很沉重的 那究竟是講什麼呢? 好了 國內不斷去正風 就是說調整那個風氣 歪風邪氣 掃走它 那究竟講什麼呢?最近有一個新聞 就是國內有一個藝人李逆峰 很紅的 是吧? 那它呢 為什麼呢? 又演過毛澤東 那接著又有一定的政治正確 那接著又有很多廣告等等 所有的都是紅的 但是最近呢 被那個新聞出來 就說多次嫖妓 或者就是不道德等等 於是這件事就出來了 那於是呢 就說 哇 接著 它那個 國內官方那個說要殺著這些歪風邪氣 要將那個的正確的人生觀 擺出來 這些是反面教材了 於是對它呢 就有另類對待了 首先第一件事 從那個形象來講 當然呢 如果是這樣來講呢 那這些不是健康形象 所以廣告 很多剪的了 是吧? 那這個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香港都是這樣的 好了 接著呢 原來這位仁兄呢 又做過中國的國家安全宣傳介紹 國安當然是放在第一位了 是吧? 那現在 哇 這個這樣的形象 一定是有影響國安那個的工作的 所以呢 這些呢 又除了 好 接著它以前拿過不少獎 那現在的獎呢 又馬上取消 或者沒有了 除名了等等 最近的另外一個 跟它有關的新聞 中秋嘛 中秋 那有中秋晚會的 它原本是榜上有名的 但是 因為這個新聞一出呢 沒了 那這些呢 都可以體現到 從國內官方的角度呢 就是 我是要整肅歪風邪氣 所以呢 這些呢 都全部沒有了 這樣 好了 講完這個新聞之後呢 那又看回國內老百姓的反應了 那有些人說你這樣好的 這樣 那不斷是有這類事例 那希望令到整個行業都清楚了 或者健康了 這樣 較早的時候 國內演藝界的 就是淘稅風波 或者漏稅風波 很多的啊 那結果呢 當時大家最出名 最關注的 范冰冰 那范冰冰後來都說 我願意把多少的款項拿出來 就是要按法例辦事了 這樣 那現在呢 國內的民眾對於李逆峰這次來講呢 都覺得 哎 好啊 好啊這樣 不過呢 又有其他的講法了 好 其中一個講法就是 當然跟二十大有關了 因為二十大之前呢 你就要將這些各種的 我們現在中央要掃除歪風邪氣啊 要建立健康生活啊 等等 那這些來講呢 自然是要配合整體 那個二十大前 政治 經濟 包括香港 那這個 港澳工作領導表都發了一篇長文啊 《光明日報》都要登啊 等等 那這個呢 是一個整體的氣候 那所以大家就說 啊 當然是二十大前來到 要端正 那才整出來的 咦 那含意是怎樣呢 含意就是說 這是選擇性的 這個去打擊歪風邪氣 而不是制度性 所謂制度性呢 就是說 你雷令空行 凡親有這些呢 你就一定要大力去打擊 那如果你有選擇性呢 尤其是你在敏感日子之前 你要做一些社會教育才弄出來呢 你是難以解決問題的 因為這樣東西 也都印證了過去 有些例子 真是大家數回在敏感時候啊 真是有這些案拿出來的啊 是不是 那跟著呢 就是你叫知名那些 平時沒有事的 你突然間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拿出來了 是不是 那所以這裡是國內普遍的 另外一種不少的說法啦 另外一個呢 說法就是 本來可能呢 就是你這樣呢 官方也一定要處理的 尤其是你名人 是不是 不過是高調處理 還是說 我用這個懲罰 依照法例懲罰了就算了 那這裡就視乎怎麼判斷了 有些網民就說 當然啦 因為他扮過毛澤東啊 這個形象都深入民心啊 所以從這一點來講 又會不會被人不斷聯想 破壞了毛澤東的形象 那就如何啊 那一講到這裡的時候呢 大家你說從政治 官方自己本身 那個歷史裡面 喂 毛澤東都先後有不同時間 都有不同的婦人啊 是不是 那你說這個都不是花心 這個是這個不同的階段 最早期楊開胃啦 是不是 那總之呢 到最後江青啦 是不是 那這一類這樣的情況呢 大家都不會從一個人蝕的角度去看的 那不過呢 到他晚年的時候呢 那大家又記得有一本書 那本書就叫做 《毛澤東的預依理智衰的回憶錄》 那你可以說他裡面是誇張的 不是真的 那我都說不同的版本我都說出來了 問題是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哪些 自己去判斷 是不是 那本書呢 都幾暢銷的 你說這個是讀者心理 我不是說他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事件裡面大家都說 哇 你這樣演毛澤東這個角色 以前都好幾代人 最早期大家記不記得 古月 是不是 他那個形態好像 跟著呢 然後呢 後來帶出另一個失敗 就是出場廢的 出場廢就說他拜毛澤東出現 那你每一次活動來說 是當表演的 是不是 那你出場廢呢 都五位數 都要做起碼的了 那跟著 後來呢 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扮演者 那問題你說覺得神不神似是你自己判斷 那於是有些人說 如果我開刊的 要出聲的 那有多少錢 我甚至上是出場多久的時間 這次沒有有價目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是這樣呢 這個呢 就很可能是引發到 你是影響了前領導人的形象 所以呢 現在都要去正本清源 從這個角度呢 是要令到整個政壇娛樂園健康 那從這個角度 官方的出發點 你又沒有辦法去質疑的 是不是 好了 跟著有些網民就提了 因為現在大家可以看 現有很多政策呢 你可以說毛澤東當年的那個痕跡 是為了到今時今日的 是不是 那你看一下 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現在都是強調鬥爭的 是不是 不過這個鬥爭是最敵的 最愛國的等等 那毛澤東當選這個 美帝是子老虎 那這一類呢 雖然現在大家講這些問題 都會說盡量搞清楚 但是你難保是某個環節 裡面是會重疊的 會引起其他人的聯想的 是不是 那所以呢 二十大 毛澤東 或者複射到今時今日的情況 那所以呢 李易鋒 現在 你是在那個浪漸裡面 將你平時那些的 就是違反法律做得的這些 是處理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是有這樣的新聞了 那不過呢 大家剛才提到 反正這些呢 我們都不贊成 這一類這樣的情況 悔人悔道的 那你一定是要反對的 那但是怎樣去做到 這個真正是制度性 和全面的 不是選擇性 或者因事 因人而異的呢 那這個呢 就是要看一下 那個執行的力度 那這裡呢 就是令人想回 國內網民自己提的 其他一件事件 那個就是鄧玉嬌案了 鄧玉嬌 大家都很多都不記得了 但是國內的網民很清楚 鄧玉嬌是一個藥女 那他也是低下階層 所謂洗腳 觸獄 國內叫做觸獄 那平民化一些呢 就是洗腳 或者腳底按摩之類的 好了 那他呢 就是在一個 這個基層的生活 結果呢 就是被人欺負 在他自衛的過程裏面呢 就有兩位官員 其實很一般的 不是很高官的 那就是死了 那這件事呢 後來演變到呢 鄧玉嬌是被控告的 那但是這件事呢 社會裏面引起很大的反響 那就是結果千萬網民救躍他 那覺得應該為他講一些公道說話 到最後呢 他仍然是被判有罪 不過不執行 那這個事件呢 就是引發大家都說 其實你這些的要追究下去 你有沒有一些有權勢的人 是去欺負弱勢社群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你去懲治那個部分 究竟應該重點放在懲治哪些人身上呢 是吧 這個就是更大的問題了 不是今天能夠開展 我也都沒有答案的 因為這個問題已經出現了很久 很多年 你以前封建王朝 就一樣更多了 是吧 那在這個問題上面呢 我只不過說新聞出來呢 是引發大家的思考 如何去真正做到中國社會道德文化 這個架構 商業娛樂圈官場裡面的架構 如何去做得符合民意呢 這個才是一個大的問題 說了出來呢 眼前也都是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的 那所以這裡呢 就只能夠大家繼續關心下去 那希望呢 這一類的事件呢 就是更加 就是在大家的關節之後呢 是少 跟著沒有 那就最好了 是吧 好了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次節目節目再見 再見 拜拜